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小云兄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台湾疫情连续三天维持在六万多 但整体看来这个星期趋势是有往下降的 全国的住院收治也过高峰 但是死亡案例在今天仍然增加有168例 当中一例17岁的青少年发病一个星期过世了 未来在这个高原期之后 会有每周呈现一个持续下降的一个情形 那目前北部的态势已经比较明显 那中南部的话 目前正要准备脱离高原期 连三天六万多例和上周相比明显减少 全国的住院收治也过高峰 过去两周里面 首次又调到了7000人以下 最明显下降的就是第二条线 绿色的这条线 这个是台北区 干颜科权威李宾言也说 七月本土有望降到万例以下 但确诊数下降 死亡数还要留意 168例过世个案 最年轻的是17岁少年 本身有多重慢性病史 6月5号发病 10号送急诊 12号过世 发病到离开 仅短短一周 病毒差别攻击 唯有做好防疫 染疫几率才能降到最低 像是目前入境检疫缩短到3加4 后4天扇疫后可出门 但民众怎能确定自己不是尾阴性 非必要就别出门 出了门就要记得回家 一夜未归将开罚15万元 旅馆夜市要在隔天的上午来通报给地方几点几分 算是外出未归 我们这边也没有绿订 但是就是他不可以就是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还有不少确诊者康复 但怎么快筛都是阳 学校不给返校 罗一军说会再请教育部研议原则 也会找专家订定 判断二次感染条件 病毒多变 规定就会一直改变 政策上的模糊地带 真要碰上了 才知道要怎么干 就快放暑假了 暑假之前的上课日 学生要到校实体上课 还是线上课程呢 各个县市做法不同 中长头三县市跟嘉义县 以及高雄市延续线上课程到月底 也就是直到暑假前 高中以下学生维持在家远距课程 北部这些地区很明显的 他们是极上极下 那我们这个中南部的话 包括台中高雄台南 都是一个缓坡上 在高原地区会多一点时间 然后在缓坡下 台中新冠疫情还在高原期 6月16号确诊人数9523例 市长卢秀燕宣布 高中以下学校远距教学 继续维持倒数假前 反复的停课复课 停课复课 也可能造成整个校园都不安定 结果大部分学校 大部分班级在停课 也很麻烦 再加上孩子们还是有可能 他的疫苗还没有发生抗体 还是有可能确诊 那在学校里面也有可能 变成一个群聚确诊的状况 但期末考怎么办 卢秀燕说授权给学校自己决定 在加强防疫情况下 能让学生回到学校实体考试 中章头生活圈南投县跟彰化县都宣布 线上远距上课到6月30 7月1号放暑假 往南走云林上周政策急转弯 这一次云林县府说还要再想一想 17号周五再宣布 嘉义县远距教学到6月30号 台南市高中以下线上课程到6月24号 高雄则跟台中一样 远距教学到暑假放假之前 考量到整个疫情的一个 能在高原期 那我们昨天晚上经过专家会议的一个讨论 我们直接暂停这个实体课程 就直接到这个学期结束了 至于其他县市 目前则还没正式宣布 暑假前的上课日到底是要在家 远距教学还是到校实体上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新光医院收治一名30岁左右的年轻人 疑似是MISS A患者 有多重器官发炎 目前还没有解隔离 在家户病房治疗 不过还没有办法确定是重症 或者是并发MISS A 对此指挥中心洛宜君说 目前还难以区分是否为MISS A 因为症状类似慢性病急性罢作 他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诊断 他是不是 他有多重器官发炎的一个现象 发高烧 有休克的现象 有肠胃道的症状 有眼睛的症状 但是他比较没有皮肤的症状 医师怀疑的MISS A个案 是一名30岁左右年轻人 碍于个资不透露性别 6月PCR确诊 立即重症进家户病房 就医当下就有症状 目前还没解隔 人在急性期 因此属于重症或MISS A 还无法定论 成人的诊断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成人的发生率也比较低 MISS A的诊断并没有办法说 特定做一个血液的测试 就可以确定诊断 MISS C可以抽血判定 但MISS A只能看症状 另外MISS C常见皮疹结膜炎 MISS A不到一半会有 但心肌炎新功能障碍比例多一倍 血栓更多出五倍 加上MISS A个案 若多重器官受侵犯 从外观看不出来 容易看半血症混淆 诊断难度比MISS C高 在确诊解割之后 比如说累 喘 发烧 皮肤诊 甚至于肠胃道症状的话 就医去做身体的一些检查 很难去区分说是 是不是一定是MISS A 跟可能成人本身的 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或者是说这个延续性的一些 COVID-19引起的后续的一些症状 甚至包括常新冠等等 来做区分 指揮中心说会在了解 新冠医院个案 院方表示以通报为重症 目前台湾还没有MISS A个案 但从美国221例来看 男性7成 女性3成 年龄介于19到34岁 平均21岁 染疫到并发20到36天 平均28天 也就是确诊三周之后 并发MISS A的几率较高 目前并发MISS C或MISS A的时间 约在染疫后的2到6周 但医师建议 自主观察可以延长到8周或10周 有症状就尽速就医 TVB的新闻量男后终于谈不到 而全台儿童重症再增3例 累积12岁 以下的重症有57例了 其中20例脑炎 12例是MISS C 而16号新增了3例当中 有两人分别是2岁跟11岁的男童 另外还有一名8岁脑炎重症 特别是出现了眼球震战的症状 在儿童重症的部分 今天有公布3例 这三位当中有一位是脑炎的个案 另外两位都是MISS C 16号全台儿童重症病例再加3 包括让不少家长担心的MISS C 人数渐渐攀升 我们的重症的个案就累积 今天增加3位 只有57位 总共累积20例的脑炎重症 另外MISS C的话增加2位 所以目前有12位 6月16号新增了3例儿童重症当中 一名2岁男童 5月23号确诊 5月29号症状缓解后腹泻 隔天再度发烧全身红肿挂急诊 6月6号出院 隔天再度发烧腹泻 纵回急诊 确诊MISS C 目前住在一般病房观察中 另一位MISS C病例是11岁男童 5月9号快筛阳性 发烧两天 6月8号又发烧喉咙咙痛 甚至颈部出现局部肿胀 6月9号送急诊 当时诊断是急性淋巴现炎 6月12号嗜睡头痛 血压降低确诊MISS C 转到加护病房一度合并休克 幸好治疗后已经有好转 不过全台MISS C案例 半个月内就有12名孩童 成长趋势是否有点快 如果说从国外的数据的话 目前的话是十万分之三 现在亚洲人的数据还没有 目前的话 我们亚洲人应该罹患MISS C的几率也不低 另外16号第三名重症8岁男童 没有慢性病史 6月14号活力下降 出现机药型抽搐 眼球震战 意识改变 目前人还在加护病房 罹患了那个病毒性的脑炎以后 还是很容易引起一些神经病变 也许是因为后天感染以后 才会造成这一种 眼球震战的一个表现 但是目前的原因 应该还不是很清楚 一支补充 虽然近期MISS C案例 慢慢增加 不过致死率不高 大约是1% 家长只要多注意 小朋友确诊后的身体变化 一有状况 及时就医 TBN 兄亮威和罗卫星 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那么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要不要打第四季呢 专家也提出专业的建议 详细内容 交易记者陈永文 看到疫情的部分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之后 大家从两剂疫苗 打到三剂疫苗 那现在是不是要打到 第四季疫苗呢 这个第四季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先看到的是 目前是有开放的对象 也就是65岁以上长者 跟长照的住民 还有医护的人员 以及18岁以上的免疫不全者 现在是可以打这个 第四季的对象 那我们就看到是 医生提出的是 以色列的研究显示 针对是60岁以上的族群呢 这个打第四季的 防感染的比例 跟防重症的比例 是有蛮大的差别的 首先看到是打完 三剂之后的四周之后 如果你不打第四季的话 这个感染的几率 是打四季者的 1.8倍到2倍 但是在六周之后 就会下降到差不多了 所以险阱是打第四季 其实对于防止轻症 防止感染的这个保护力 是有限的是差不了太多 但是我们看到 是防止重症的部分 就是没有打第四季的人 他的重症比例 是比这个有打的人 会高出了2.3倍到3.5倍 两者相差有快三倍之多 而且这个效果 会持续的大规是六周的时间 所以显示是打第四季者 他要防止重症的效果 是不错的 请我给您做参考 新竹市长林志坚 昨天深夜 赶到现场调度纵火案 但隔一天发觉 自己发烧喉咙咙痛痒 自行快筛后传出阳性 目前正一规定 7加7居家隔离中 不过疑似被名嘴质疑 延误救灾 林志坚也在脸书上 颇文回击 还原火灾救援的时间续 15号新竹轮胎航大火市长林志坚 深夜11点半 赶往现场指挥调度 隔一天下午 他突然觉得身体不太对劲 林志坚发烧 呼吸道也有点不适 喉咙痛痒 下午3点40分 自行快筛阳性 经过视讯整疗后判定确诊 在一规定进行7加7隔离中 而林志坚确诊不久后下午4点左右 副市长沈慧宏也代替市长赶来灵堂慰问 紧紧抱着嫌犯大嫂妹妹 沈慧宏目前负责火灾专案督导 持续提供家属协助 而林志坚虽然确诊 仍然发文关心发死火灾 说现场烟雾弥漫的景象和味道 在他心头难以忘怀 消防同仁尽的全力 现在能做的是陪家属一起面对 而新竹市府也表示 市长已完成三剂疫苗接种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隔离期间市政工作不会停止 会透过视讯开会火灾的后续 他也会持续紧盯 TV新闻陈世民新竹创报道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民进党的提名 齐城出来了没呢 现在传出林志坚 转战桃园市长 最快在下周就会拍板定案 再请议文告诉我们 好来看到呢 这关于是年底的桃园市长这一战 在国民党已经确定提名人选之后 现在民进党的脚步也快了 预料在下周就会提名 这个竞选桃园市长人选 我们就来看到 是目前有两位可能人选 也就是在地立委郑运棚 以及新竹市长林志坚 而最了解的是个市长 郑文燦他跟党主席报告时就提到 这两位一个在地一个转任 都各有优缺点 那也预计必须在最晚在六月底 就必须做决定 不能够脱过这个七月第一周 不然会有碍这个地方的整合 所以预计在下周就会确定人选了 我们就来看到是 其实这两位各自有拥护者之外 其实为什么要选林志坚 来转任桃园市 就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强的 母鸡带小鸡 但是这也是会有一些难题的 因为他之前是力推 这个大新竹整合合并 那也提到是说 他会在新竹市长做好做满 所以如果到时候去选桃园的话 势必会落人口舌 以及你要空降桃园的话 也必须要个理由 说服两边桃园跟新竹市民 所以这部分是他参选的难题 但是不管是谁 对地方来说 议员们都很希望赶快的母鸡到位 不然小鸡们都很难展开竞选的行动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未出炉 而现任市长郑文菜 目前还是最大母鸡 而日前他还邀请党内议员参选人们 一起拍照 但是他任期将满此举被认为 是为了延续自身在桃园的声量 而对此参选人们则说 郑文菜正机好影响力大 所以人人都想跟他合挂看板 市长是不是很久没有跳起来 看起来很不习惯耶 但没关系换个姿势买赛 果然是政治前辈 对比一旁要选议员的新人 郑文菜拍照一笔就到位 特地邀请党内议员参选人们合照 还鼓励他们挂看板 第二任期进入尾声的郑文菜 除了传出主导绿营下届市长候选人外 这母鸡也要当好当慢 因为之前其实在初选的阶段 很多参选人都希望可以跟市长来挂 但因为碍于中央的规定 所以市长都只能拒绝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些不好意思 所以当一个不好意思的情况之下 那既然现在名单都确定了 那大家有意愿的话 那就跟市长来合挂这样子 要选举的都觉得暖心 但对比其他县市 大多会和下届市长参选人合挂看板 像是台中已经不少看板都有蔡奇昌 而郑文菜都要卸任了 这难道是为了延续 自己桃园的政治声量到2024吗 市长的个人的声量 其实不需要靠看板来去维持 因为平常他不管是出席大小的活动 他都非常的亲力亲为 所以说民众看到他 其实他就像一个吉祥物一样 小鸡们一致认同 郑文菜的确能够帮忙拉抬身世 毕竟在桃园政治版图 蓝大鱼绿选战不好打 能增加记忆点都是好事 只是若绿营下届市长人选确定 看板难道要重拍吗 他在桃园的影响力 其实还是很够的 市长他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 对啊 就很像一只母鸡这样照顾所有的小鸡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上 看来就算卸任 大街小巷还是能见到郑文菜的身影 市民想忘记他 也很难 TVB的新闻 华少平李亦婷李作恒 桃园采访报道 另外民进党在新竹市长的布局部分 提名沈惠宏的态势 是不是也逐渐明朗了呢 再交给郑文 好来看到 这关于是新竹市长的选举的部分 因为现在呢 林志坚已经建了两届 而且他可能会转战桃园 那未来谁来选这个新竹市长呢 目前可能会是绿内讧的局面 因为呢 林志坚希望是他的副手 沈惠宏来接棒参选 但是有一位是民进党在地耕耘很久的 是这行政院的政务顾问 郑鸿辉 他也很想选 而且他同样跟这林志坚一样 都是老柯柯建民的子弟兵 他希望是循着这个 像是新竹版的郑文菜的模式 也就是呢 在地耕耘超过20年 从这基层的幕僚跟议员来做起 而且他的民调呢 据传也是这个还蛮高的 获得最高的民调 但是党内呢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声音 而现在就是由主席 蔡英文 跟这个党团总照 柯建民出马 来跟他 好好的谈论 开会之后 今天呢 这个郑鸿辉 他PO出张大合照 并且说到 愿意配合党中央的整体布局 也表达相关的尊重 也承诺愿意服选 所以这篇PO文一出之后 被认为 这代表的是 这个林志坚的副手 沈红 沈慧红 他要出马 接棒的这个态势 几乎是已经成定局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最近在桃园的动作不断 他是5号晚上去 民众党桃园的客厅会 国民党籍的桃园市议员 黄敬平也出席 两人都说是交朋友 但民众党的桃园议员参选人 也去跟前台北市议员 罗正强行脚 双方互动平平 国民党说这是警示 自嘲前事业障多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15号出席 民众党桃园的客厅会 明明是自家活动 怎么国民党桃园市议员 也来了 还被怂恿 气蓝头白 加入我们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 民众党当众挖脚 因为国民党桃园市长提名 闹得满城风雨 加深内部嫌隙 托文哲这时在踩进桃园 邀兰移民带来自己的场子 平平示好 人与人之间不可以有朋友 海人 在我这就困扰 我这都不会有 叫我加入民众党不可能 挖一些墙角的状况 也的确会令国民党 有时候会稍微留意一下 这种情形 也是警讯 只是说归说 民众党在桃园跟国民党 或者说是跟非朱立伦人马的互动 可不止这样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说到做到 才说要帮民众党 马上就有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一起行脚 我欢迎所有里面共同的人 一起来参与 我现在是跟罗志强那边 互动这么多 不谈桃园转移话题讲台北 但民众党内最近积极在讨论的 是要派谁出战新北市长侯友宜 如果最后党讨论完 希望我出来选 一样我就是一个部分区立委 大概七成会去选那里 三成不要 不过军令一下的话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对啊 拍板新北J局之前 柯文哲要跟蓝营交朋友 代替敏感的松栋两字 就从桃园的飞出阵营先下手 TVBS新闻程序丽萍 台北不到 民建党双北市长提名作业 现在要重启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动作平平 而今天又到台北市方舟体院警 但前一天子弟兵才抛出 出战新北的人 可以是潘莫安或林又昌 就被律委批评 林佳龙自己不想要的就塞给正体 这是共用的空间 还是说就某一家 备战台北市长林佳龙不是说说 又来到台北方舟提院警 选在民进党选队会18号召开之前 毕竟桃园新竹市长提名 看似人选明朗话 哪双北市呢 我有收到选队会开会的通知 那当然还没有详细的议程 确实 你投票日已经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喊话加紧脚步 当中央也给回应 8月就要登记了 现在疫情被台湾趋缓提名重启 双北会讨论 但目前没有明确时间点 但另一边 郑国会自家议员参选人卓冠婷 点名潘梦安林又昌 可出战新北 当初是为了去改造环境 好巧好巧才讲完 党秘书长林希耀来到基隆 看城市博览会 林又昌当东道主 难不成也顺道物色人选 我还没有跟他谈过 不过大家听了 真的都有这样的想象跟期待 民进党很多任满的县市长 像郑文燦林志坚 潘梦安 我想他是民进党的宝贝 只是这说法就被自家立委洋要狠批 市政成绩五星的县长选新北 连任失败的林佳龙抢攻首都 民进党百名放弃台北市了吗 林佳龙要的就抢 林佳龙不要的就塞给政敌 这样不好 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个别的人 我想他们参选 作为议员的候选人 提出欢迎一些优秀人才 人人都能有意见 没有错 但话必尽 林佳龙子弟兵抛出的 难免不被联想 TVB的新闻林一杰 吴克言李子恒 SNG小组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国民党在2022高雄市长 一战原本乏人问津 不过现在台面上人选可不少 而昨天党中央流出一份民调 高雄市长人选第一名是柯志恩 早就表态有意参选的张亚中 质疑民调真实性 执行机构还有样本书都没有公开 他要求党中央说清楚 才有足够诚信 承诺当选高雄市长绝不连任 把机会留给接班人 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受在地工商界邀请 出席市长参选人欢迎会 前彰化县长卓博元到场力挺 而15号国民党中央流出的民调 高雄市长人选柯志恩夺冠 张亚中排名第五 他质疑民调真实性 昨天这一个民调 我觉得恰恰可以成为 我们来检验一下 党中央是不是有诚信 是不是所谓的民调 是真的民调 还是假的民调 民调是真是假执行机构 还有样本数呢 三月就开始积极布局 高雄市长选战的张亚中 喊话要党中央说清楚 讲明白 民调榜上有名 排名第四的市议员黄绍廷 也看不懂这一份类初选民调 类初选民调 我们希望党中央能够公开透明 其实大家支持度 对柯志恩的支持度也是蛮高的 所以他这次的第一名 我们也不觉得太奇怪 柯志恩委员因为他 我觉得他比较中道 然后形象清晰 我觉得是蛮适合代表高雄的 柯志恩形象好 没争议 但毕竟不是长期深耕高雄 而这份民调排名第三 立委陈玉珍 继扬至良之后 17号他也要到高雄 拜访高雄市议长 目的是为了更通牌性的了解 高雄市议会所代表的灵异 我们尊重民调的结果 也相信党中央会为 高雄市长的这个选战 做出最好的 今天其实是好的安排 蓝营由谁出征高雄 从原本罚人问津 到现在参选爆炸 人选仍旧还没敲定 TVBS新闻 林一邦方志成黄晓琪 高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